巴雷特在他面前就是个弟弟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步枪 950JDJ 全世界仅有三支 非常之罕见 它是一款单发栓动步枪 又叫做长凳枪 因为你不可能把它端起来设计 它的重量有惊人的50磅 开火时能产生约300磅的后座力 这个力量基本没人能扛得住 再来看它的子弹 950的意思就是它的口径 0.950英寸 换算成毫米就是24.13毫米 武器界通常这样划分 20毫米口径以下算枪 20毫米口径以上算炮 950JDJ严格上讲就是炮 但它的构造又算是步枪 面前这些都是一些常见的子弹 而这是950JDJ发射的子弹 一颗子弹就重160克 飞行速度每秒731米 把它和面前这些子弹放在一起 你就更能直观的看到差距 个头虽然不算高 但是足够强壮 这么大的子弹别说用枪打出去 你就是砸人头上都能砸个坑出来 那为什么会有如此变态的步枪呢 其实它的设计初衷 是用来猎杀大象的 但我觉得吧 别说是大象 捧龙都能给你放倒 那么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强呢 下面就亲眼见证一下它的威力 950JDJ的装弹方式比较特殊 需要把枪击螺栓取下来 它每次只能装填一发子弹 把子弹卡在枪击螺栓上 然后缓缓推入枪堂 就可以进行射击了 看一下慢动作 炸堂格已经足够强壮了 但在开火时 他的身体也扛不住强大的后座力 这个角度更加直观 瘦弱一点的人 肯定就人仰马斑了 那威力如何呢 刚才这枪打在了枕木上 枕木后面还放了一块钢板 子弹穿透枕木后 把后面的钢板顶出一个大包 找到弹头再看一下 弹头顶部有个很大的斜面 但整体没有发生变形 可见这颗弹头的强度很高 接下来再更直观的感受下 他的威力 面前摆五个马桶 看看JDJ能不能一枪全部打穿 看一下这些马桶被打穿的瞬间 威力就不用说了 只能说很解压 打穿了马桶后 子弹击中了后面的枕木 但这样还是不能直观的感受 他的威力 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打水桶 拉来十个纯净水桶 把它们排列摆放在桌子上 大部分枪很难同时击穿十个水桶 来看看JDJ的表现 使用这把枪必须得有个好的身体 机构真的会被顶飞 水桶的情况更夸张 有些水桶还放了水弹 这让这个画面的艺术成分很高 从慢镜头看 后面有三个水桶没有受到伤害 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桌子都被打坏了 有意思的是现场发现了弹头 打水桶并没有让弹头变形 但是弹头上有很多划痕 桌腿上还发现了一个弹坑 把弹头拿出来 和这个弹坑刚好贴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子弹蹭在了桌腿上 旋转的子弹和桌腿摩擦后 产生了上面的划痕 这就是JDJ的威力 可想而知武器的可怕 人类为了猎杀大象 能研发出如此变态的武器 这真是让人有点 突然间对这些人的试图 就打托了 我猎杀大象 我猎杀大象 在这里 我猎杀大象 是因为这些人的试图 对是那些人的试图 不是那些人的试图